随着女排联赛的结束 中国排协官方也发布了最终的全明星阵容名单 与历届联赛不同的是 本次评选最大限度做到了评分蛋糕的原则 从每个位置的获奖球员看 获得冠军的天津女排成为其中最大赢家 一共有5人获得奖项 亚军江苏女排 继军上海女排 以及第四名辽宁女排都榜上有名 由于本次比赛赛程较短 很多球队大多都是以一套阵容打到底 因此在最终获奖名单上几乎成为了国首的舞台 对于这一评选结果 你的看法是什么 天津队主帅王宝全荣英联赛最佳教练奖 中国女排名将李莹莹获得赛事MVP和最佳主攻称号 与她一同获得最佳主攻的还有来自上海女排的众会 最佳二传是姚迪 但很多球迷都表示江苏队的凋零与李莹当选 毕竟江苏队的阵容配置和天津队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天津队的瓦尔加斯被评为最佳外援 他也成功击败拉尔森金阮景等世界名将 在复工位置上 袁新月和胡明媛双双入围 这两人也被大家称之为一高一快组合 龚翔宇拿到联赛最佳接应 上海女排的王维一获得最佳自由人 王宝全拿到最佳教练没有悬念 带领球队拿到联赛冠军的同时 也铸造了天津队14冠王朝 王宝全居功至尾 最有价值球员是李盈盈放眼天津女排 也只有这位22岁的小将最具影响力 即将到来的新赛季和新奥运周期 李盈盈都是中国女排重要人物 这次联赛再次将最有价值球员颁给她 相信中国排鞋也对其寄予厚望 主攻方面除了李盈盈之外 上海女排的主攻手众会首度入围 引发球迷不小的争议 有球迷直言 众会的实力在国内前六都排不上 评选不公平 也有人认为 这次排鞋有意照顾继军球队 做到友好大家分 副公元新月的入选没有悬念 而第四名球队的胡明元上榜 出乎了所有人意料 胡明元进攻速度快 有特点 但身高不足是他的致命短板 最佳二船给了姚迪 很多人围凋领雨的落选感到遗憾 两人都是中国女排 巴黎周期的主要球员 究竟谁更强 需要到国际赛场见分晓 公祥与斩获最佳接应实至名归 换个角度看 最大原因还是中国女排 实在没有比他更强的接应二船了 自由人是老将王唯一 国家队主力王孟杰没有入围 这份全明星阵容出炉后 迅速在国内排坛引发关注 对于评选结果到底公不公平 这份分架是不幸的